全校總動員帶著傳統美食 吉納夫 酒 飲料與琉璃珠項鍊等禮物 浩浩蕩蕩前往湯利伍布的家 當學校決定要興建木雕教室後 泰伍村裡唯一的木雕師 因為學生對傳統記憶木雕的情學而深受感動 表達願意捐出13件作品 作為學校典藏與記憶傳承 學校師生依尋傳統排灣族古禮 除了表達對湯利伍布的感謝 同時也讓學生參與見證與學習 孩子用歌聲表達謝意 在部落頭目及騎勞的共同見證下 湯利伍布親自送出家中 珍藏的13件木雕作品 表示排灣族的傳統文化是無價之寶 希望將木雕送給泰伍國小 能讓更多人欣賞 顯現木雕的價值 校方頒贈感謝狀 感念湯利伍布對部落文化與傳統的貢獻 學生也表達會努力學習木雕技能來回報 年齡高達85歲的湯利伍布擁有傳統的雕科技術 由於年邁且後繼無人擔心失傳 校方也表示所捐贈的木雕會點藏在校使館 興建完成後的木雕工方 未來將會舉辦木雕種子培訓 接續湯利伍布的記憶傳承排灣族的木雕藝術 記者歌社屏東泰伍採訪報導 杜烏訪報導